父母養育孩子的職責 孩子的誕生是天底下最令人快樂的大事 撫育孩子的過程 照樣能夠以快樂而有信心十足的態度來完成 在另一方面對父母來說 這亦意味著一個長時間的犧牲和責任的開始 雖然人類進化的過程遠超其他生物 然而人類的幼兒通常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能成熟成長而獨立生存 父母堅負著繁重的養育責任 他們必須細心呵護孩子 教育孩子長大成為日後有用之才 雖然說在這麼多世紀以來 社會已經發展出一套經得起考驗的養育孩子公式 至於宗教就在道德倫理等行為操守方面 為父母提供求師 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佛教的教義裡面 佛陀已經明確地 在父母應該對孩子應該盡的責任方面 以及孩子對父母應該盡的責任方面 提供了有益的教導 在針言篇經文中 掙扎了這一方面的寶貴分界 佛陀舉例說 他曾經無意間獲釋一位年輕人 在一項簡單的禮儀中 向六個方向 北、南、東、西、天、地、朝拜 當佛陀詢問他 這種朝拜方式的意義和意圖的時候 這位年輕人說 他並不知道這個儀式的意義 他只不過是遵照他先父的遺言去行事 自然地 佛陀並沒有怪責這位奉行如儀的年輕人 不過佛陀就向這位年輕人解說 這個儀式的實際用意 他說 向六個方向禮拜的意思是 向他們的父母、老師、宗教信仰、妻子、孩子 和他的僱主 致以敬意和履行職任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 佛陀很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 父母一定要關照孩子 必須在適當的時候 讓孩子自作主張 並且在時機到來的時候 將繼承權交予給他們 反過來說 孩子有責任忠誠孝信父母 付出的雙方 以一種互相尊重 互相感激的方式 表達彼此的愛意 而不應該以一種期望著 有回報的心情來討好對方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 宗教和父母、孩子之間的緊密關係 父母不應該忽略了孩子誕生 在宗教上的重要意義 照著合理的宗教信仰 來發展家庭關係的家庭 絕對不會行差答錯 父母有責任以他們的宗教文化傳承為基礎 去發展上述的密切關係 其他的宗教 通常需要履行正式的洗禮和命命儀式 信仰佛教的父母 只需要將孩子帶到廟裡 加強他們對三寶的信念 並尋求佛、法、憎的庇護 得到三寶的庇佑之後 父母就能夠更有信心 養育孩子、長大成人 因為他們知道三寶將會護佑孩子 遠離所有邪惡 我們不能否定邪惡存在在我們的四周 這些惡毒的邪惡會吸引人類帶來傷害 將孩子帶到廟裡接受神聖傳統的宗教禮儀 將能夠為孩子增添福氣 在孩子上年幼的時候 就帶他們上廟裡接受佛教的起步做法 將能夠使佛教成為他們日後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孩子長大後 仍然維持上廟宇的習慣 在他面臨生活難題的時候 將能夠給他很大的幫助 為孩子賜福的儀式 經文的中毒將使孩子受益不淺 根據紀錄 在佛陀時代 當孩子受到外在邪惡干擾 而面臨危急情況的時候 人們就會將孩子帶到佛陀面前 由佛陀集合眾僧 為孩子中毒經文 中毒之後 孩子即能夠免於死亡 且活到老死 經過眾經的孩子 被稱為 Ayowa Dana 即是長壽的意思 因為他們再也不會有 腰節的危險